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在中樂團工作45年的阮士春先生接受我們的訪問 阮先生現在是香港中樂團樂器研究改革主任 阮先生 你好 你最初是讀土木工程 後來從事樂器改良工作 是甚麼驅使你多年努力不懈地研究樂器改造 我就是1977年在香港中樂團 基本上在港義上來說 我們所有民族樂團的樂器 全部都是經過改良 如果沒有改良 現在回到一百年前就不是這樣的樂器 也不是這樣的聲音 即是一路改良中 一路改良中 西樂、小力琴等都搞了四百年 那個改良是沒有停過的 才是我們今時今日的樂器 樂器一路擴張功能 作曲、演奏和樂器這三樣東西 就是一齊提高才有用 你說到今時今日的音樂 跟異議長片那些是否相差很遠 即使是這樣 還有一件事是 1993年 國家成立了文化部的樂器專家改革小組 我唯一一個香港受聘 參加了他們的評審等等 計劃等等工作 都做了十幾年 這件事是有影響的 因為我看到很多新改良的產品 而且專家組要負責提供 國家整體的改良、發展的計劃 當然最後是文化部審 他如何執行 事實上 我為何做了這麼久 自從我們香港中學團公私化之後 我當時的職位是柳琴首席 在樂隊還在彈琴 他設立了現在我的職位 即是樂器改革專家小組 即是樂器改革 現在設立了現在這個位置 就是樂器改革研究主任這個職位 性質就不同了 他就將我在樂隊抽出 專門開始研發 以前那些就是個人行為 公私化之後 設立了這個職位之後 就變成是樂團工作的一部分 所以發展就非常快 到今天為止 我們高虎、二虎、中虎、格虎、低音格虎 這裡五範 即是五範、樂器 全部都改到第三代 當初為何會選擇這個狐琴 作為一個改革的對象 狐琴是這樣的 狐琴本身就是整個樂隊的靈魂 相當於西樂的小提琴 這種聲音代表樂團的聲音 樂團是以狐琴作為主要的聲音 如果這個樂隊出來的 不是二虎的基本音色 這不是民族樂隊 這可能是其他樂隊 在尋找環保物料 和推廣環保護琴的過程之中 有甚麼難忘的經歷值得分享 太多 因為我們這個項目 因為樂團沒有一個專門 用一筆專門的款項作為研究 我們都是一路做、一路試、一路改 即是一路做、一路試、一路改 然後實體的就報銷 這樣做而已 就不是像大學那樣 這個專項研究 不是 因為我們實際上本身 就是看著樂隊如何去 以及我們本身已經有幾十年的演奏經驗 我們就很清楚 那些東西需要甚麼 即是需要甚麼 你找物料方面 是非常困難的 我們這個項目由零開始 甚麼都沒有 然後測試 豬皮、牛皮、羊皮、魚皮、綠皮、貓皮等等 這些全部都測試過 我們最後決定用了這隻 這個叫聚之纖維皮 PET 用了這一種物料 用了一種物料 它的最大好處就是 它是很平均的 它是不受氣溫和濕度的影響 因為我們經過了整個環保護禽的測量 基本上 基本上 和原來傳統的護禽的音色是一樣的 但是 我們改革的結果就是 使得 這個音量大了 尤其是高音區 你拉二胡拉到第三把位之後 基本上都沒有甚麼聲音 實際上我們將整個音量擴大了 整體擴大了 本來沒有聲音的音量都大了 基本原理就是這樣 它的能量大了 整個過程有沒有一些大學的科研機構 或者內地的專家參與 還是全部由中樂團內部研發出來 跟外面沒有甚麼關係 基本上都是我們自己整形 即是我們自己聽 我們好像滲沙紙般滲進去 開始出來了 然後一個一個塞進去 退一個舊出來 即是退一個舊出來 我們將這個行動稱為 移步不換形 即是工價就擺在那裡 下面你就慢慢移動 你就將一個新的進去 就是一個舊的出來 一個新的進去 一個舊的出來 是每一個聲部 每一種樂器 都是用這種做法 現在的支援的進程是怎樣 譬如現在中樂團有多少百分比 我們第一個成功的 第一個成功的就是高虎 高虎當時請到余祈偉 演藝學院的主任 請到余祈偉大師 他演出第一次 他獨咒 就是用環保護球 我和他兩個拿一個傳統的 舊的 另外一個是新改良的 兩個去香港電台錄音 錄完之後 錄同一隻 然後放回給我們聽 我們自己都分不出 哪隻是哪隻 然後就決定 就在2005年10月的音樂會上 就用了 這個是第一次 這個是第一次 由這個開始 其實陸續這樣下去 我們是去到2009年 才是第一次成軍 全部換了 就在比利時參加他的藝術節 其後呢 這是第一代 其後還換了兩代 2014年 換了第二代 2019年 現在換了第三代 大致過程就是這樣 現在百分之百都是用環保護球 2009年已經百分之百 其實中樂團都應該保留 傳統樂器方面都做到很多事情 因為我理解內地的民眾樂團 他們好像都還在用大提琴或低音大提琴 用隔壺都不是那麼多 對 對 和低音大提琴 但我們香港中樂團 反而在1977年開團 總監吳大綱已經決定 我們是中國的民眾樂團 所以我們用隔壺 你說它多難聽 我們都照用 當然是所以要改 就是這樣解 所以要改 但是以前 我們2001年公司法 之前我們沒有這個專責部門 就是所有我自己做的 復元樂器等等 作為前朝政府 他認為 我們認為這個是為我們自己 中華民族做的事情 但他們歸咎於你的個人興趣 他沒有這個 但是文化部 一早就有這個 其實我們 中國改出來的樂器 就是中國改出來的樂器 文化部由頭到尾都參與 主導做這個 所以是國策來的根本 根本就是有今天的樂器 不只是香港 香港只是買的 你裡面才是生產的 就是生產這些樂器 其實它已經改了很多東西 慢慢來 慢慢改 現在內地 它用戴堤琴 因為它貪方便 其實我們的感覺就是 我們穿長衣 你拿著把大提琴 人家會問 這個是你的民族樂器嗎 你真是沒有得回答它 但我們動著把隔壺出來 這個是中國的大提琴 其實周恩來總理五六年 已經講得很清楚 這個民族樂器 外國有的 中國也要有的 要很清楚 我們環保護琴 其實是否也拿了很多獎項 很多 拿了很多獎項 最大的一個就是 文化部2011的創新獎 因為我們是整個系列去參賽 我們排名第二 第一那個是清明賞學圖 那個電影版 電視動畫版 他排名第一 因為他三億人看過 影響力大 我們很多 但我們就慢慢做 這個獎項對我們的鼓勵很大